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胡说北大,我是K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Max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比较有趣跟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欢迎Max 哈喽,哈喽,KK姐 你好耶,好久没见哦Max 对啊对啊,最近怎么样呢 最近呢还好啊,就瞒着瞒着关注世界各地的热点哦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一起一起聊一起吐槽 哦好啊,那今天咱们聊什么 今天我们聊的东西呢就还蛮多的 其实都跟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 或者是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一些东西有关 那么我们先来进入第一part吧 就是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嘛 那么自媒体的一个行业发展非常的迅速 甚至呢不少人啊,有人调侃就是说现在十个人里面啊,可能有九个人呢都是想当一名网红的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叫人均KOL的时代 啊,你这Max知道什么叫人均KOL 就很多人都想当个网红嘛,就比较简单可以容易接触的到 就是,所以大家就调侃嘛,说十个人里面可能九个人都是自称为我是一个网红 或者是我是一个博主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那么近年来呢,其实在社交媒体啊,就特别发达的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 其实网红正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崛起 那么现在呢,网红文化,网红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一个社会现象 但是呢,随着自媒体啊,以及我们这些网红的一个迅速的发展的一个力量 就会慢慢的出现有部分的网红开始会为了追求流量 还有为了追求所谓的一个关注度 而去忽视了它本身内容的一个质量 以及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个道德的底线 导致呢,就是非常多一些很伪计的一些网红频频出现 把整一个行业呢,都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最近呢,就有非常多百万级别 甚至是千万级别,亿万级别都有的一些头部大网红啊 都开始翻车了,你有了解过吗?最近翻车的几个网红 有时有听说过,那个也有朋友发给我看过 就好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好像跟那个 那个style跟那个李子柒差不多的啊 叫什么东北雨姐什么的 然后就是在乡下乡那个农作物还是什么的嘛 但是好像最近也是说他造假还是什么的 反正也挺最近是挺火的,好像 嗯嗯,对,但是他怎么说呢?他的赛道其实跟李子柒差不多的 其实都是围绕着那种乡村,农村的一个赛道嘛 但是呢,他本身的形象呢,跟李子柒就真的是差个天差地别了 就李子柒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文艺,对吧? 就是很丝丝纹纹纹,很内向的一个小女生 但是这个东北雨姐呢,就是我们在网上呢,就有网友号称她是战兰版的李子柒 就好像李子柒的一个凶猛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对,东北雨姐其实我第一次关注她的时候,其实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就其实她做了还蛮久的,可能就做了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她是正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她才开始爆红,然后就出圈 最主要就是她在里面拍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就背上扛着半只猪 或者是去挑那些大的一些财啊,然后呢,做事呢,又是那种就是东北人嘛 就是那种好爽啊,直爽啊,那种镜,然后呢,自己的伞,对,然后自己的伞又大 然后呢,那个背景音乐呢,又是配上那种节奏很强啊,然后又很土的那些音乐 接近气嘛 对,所以就导致了就是,很多粉丝觉得她,咦,好像这个大姐还挺有趣的哦 而且她的东西都很洗脑,就是看完一遍,还想看第二遍 对,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去关注她的 但是她现在,到现在为止,她的粉丝帐号真的是太恐怖了 她的,仅仅是全网的一个粉丝,她就达到了快2500万这样子的一个级别 就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一个大网红了 对,而且就是,呃,你也知道嘛,就网红它的变现,其实最主要还是靠直播带货嘛 对,对,对 然后,然后近一个月来说呢,其实东北雨姐呢,她只是带货了4场 但是她每一场的观看人数基本都有500多万 然后她4场的销售总额你知道有多少吗? 加起来差不多,加起来差不多4场的一个直播总额去到了5000万左右 就这个钱已经是,对这个钱已经是非常恐怖,5000万了 就是随随便便一个月就能赚5000万的一个消购总额 当然 它不是一个月,它是那就是那一场直播啊,5000万 没有没有,它是4场直播加起来是差不多5000万 那就1000万一场直播? 对,差不多,但是它,因为它也不是说每天都直播嘛 就不像李佳琪或怎么样,他们每天都直播的那种,那种网红 它就是可能一个星期选一天来直播,然后一个月就做那么4,5场这样子 但是都很恐怖啦,这个数字,对不对? 对,对,对 随便便5000万,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赚不到1000万 那它那个直播是卖什么货? 它其实基本上是卖一些就是,比如说农产品啊,还有土厂,土特厂啊,这些为主 所以的话最近它翻车就是因为它卖了一个叫什么红薯粉嘛 红薯粉,然后就等于说是被那种打假博主爆料说 其实那种红薯粉根本就不是红薯的成分 而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木薯的一个粉条 但是东北雨节的直播间就就号称说我们卖的都是那种质量非常好的红薯粉啊什么的 所以就导致了这件事情闹得还挺沸沸然扬的 所以它是带那种农业产品,它是帮帮助那个山村带货吗?是属于那种? 它是不是帮助当地比如说具体的一些机构 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比如说公益性的一些社会组织,这个不清楚 但是它带货的所有它的那个小,等于说它那个购物链接里面购物车卖出去的产品 全部基本上都是那个土特产跟那些农产品为主 就像什么番薯啊玉米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蔬菜啊等等 或者是一些猪肉啊等等这些为主 就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块而不是说卖什么美妆产品啊或者是什么日用产品啊 就不是这个方向的 那所以说它现在带着这个这个红薯是出现问题就不可以来是那个什么春的东西是他自己的东西吧 也是意思是 呃,没有它这个红薯的一个,还是那个有它本身有那个代工厂去做的 就不是说它自己的品牌 它9月24号的时候,它带货的这一个红薯粉冒充那个,木薯粉冒充那个红薯粉 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登上了那个中国这边的一个社交媒体热搜嘛 然后检测完之后就发现里面压根就没有红薯粉,挖的原来全部都是木薯来的 然后它背后的这一个红薯粉条,它的名字叫王首生红薯粉条,就它卖的是这个产品 然后背后的一个生产商是辽宁省的一个叫六合粉条制造有限公司 他们这一家公司去生产的,所以的话检验出来的话呢,就是说没有含有红薯的那个成分全部都是木薯 而且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就是当网友把这件事情等于说举报 然后把它告上了那个相关那些部门,然后去查当地的这一家叫六合粉条制造有限公司的时候 连那家公司自己都承认说我们这个粉条就是木薯粉条 这么诚实吗?是没有红薯成分的 但是问题是它对外的包装是写着红薯粉条,明白吗? 但是店家自己承认说没有啦,我们其实这个是木薯粉条冒充的啦 对他们就很老实的去很耿直的就说出了这一个事实的情况 那所以说它这个店家或者这厂家不是那个网红的公司吗? 它是跟它什么关系? 对不是不是,就纯粹就是合作啊,你看像现在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大网红带货 像之前不是刚翻车的疯狂小羊哥这些,其实他们都只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直播的一个广告推广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但是你真正生产这个产品或者是制造这个产品其实是第三方去制造的 而他们跟第三方之间其实只是一个叫推广或者是营销传播或者是销售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而已 但并不是直接那种对等的一个捆绑关系 哦,明白明白,所以说都是只是贴牌而已啦 就反正对他们就是你就不可以追追追追着他们去投诉吧 这样的情况? 对,不可以的 那它现在怎么什么情况啊?那是几经编封号来怎么样? 呃,它没有,它现在号还在,但是据说就是它在发生了那个就是被打假说 它卖这个木薯粉来冒充红薯粉之后的三天之类 然后它就掉了差不多就六七十万的粉丝 然后最近呢也有网友发现就是说它本身在辽宁的那个拍摄的那个直播基地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啦 剩下那些破破烂烂的一些道具在那里 就等于说人间蒸发了整个团队都 那从9月23号到现在其实才二十来天的时间嘛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整件事情真的它发酵跟发展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哦,那它现在那听起来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它就是只是,它不是有几千万粉吗 那掉了六十多万,它百分比来说也不多啊 呃,对啊,如果百分比来说其实就三个percent左右嘛 三到四个百分比,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啊 就是你也懂就是近,特别是近几年来 就是因为这种大网红直播带货太赚钱了 就本身公众也好,社会也好,或是平台也好 本身对这种叫假冒伪劣或者是三无产品 本身就抓得非常严 而你做一个大网红,你还要在这种情况 在平台上面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的话影响还是挺大的 就你不能把影响只是直线在说 他三天只掉了五六十万的或者六七十万的粉丝 好像对他的整体激素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 没有,就是我就觉得 没有,我意思是就觉得对于他来说 就比方说他做错事对他的惩罚来说 这个惩罚不算是很重的打击 他应该会继续干下去吧,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从法律层面来说 对他的惩罚真的是几乎一个月也等于没有的 就除了那种对他来说微不其道的罚款 还有就是要他公开道歉,然后就没有了 那他的粉丝怎么有怼他吗 肯定有啊,肯定有啊 就当然他也还有很多死忠粉 对吧,就觉得他没关系啊,就睡一次或者睡几次而已嘛 对吧,而且就是有些人就是说 反正我又不买他的东西 我平时只是看他的视频觉得好笑而已 就也有这种死忠粉 但是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粉丝是觉得 卧槽,你这一次又出现了红薯粉的一个事件 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哦,因为本身9月份的时候 他去做了一场就是关于那个螃蟹的一个带货也是哦 就是他拿一只自己准备好的蟹去当模特 然后去摆拍,造假,然后呢就跟别人说这个就是那个实际情况的那个蟹 然后结果消费者买完回去之后就发现完全是货不对版的 而且就是他又打人啊,就比如说像这一次 人家去打假去举报他 然后发现完之后,然后专门去他的那个公司 去他的基地去拍摄 然后他发现之后他就打人家 就是等于说很多很多的恶劣的行为积累下来 就也让部分粉丝觉得哇,就是觉得好像这个网红也没有他看起来塑造的人设那么的清明 反而就是还是那种背后还是那种杀人的本性 或者是还是那种就是那种网红的一些劣迹的一个行为全部都曝光出来了 那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 就其实你看就是最近这几年不是有挺多这种事情嘛 有那个之前也有几个翻车的什么 有个好像是在广州那边的 之前是做那种什么法语什么的 贸易杯 对什么贸易杯的那个,他不是又搞什么 就好像做假还什么吧 然后做了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什么的 说要做寒假作业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经没有那个 就是规定没有那个寒假作业 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寒假作业去做一个段子去吸引眼球 然后最后被封了 然后什么的 然后更加就是在之前就是那个小阳哥啦 对不对在那个香港的那个月饼 然后吵得也挺厉害的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 就因为我平常不是太沉迷他们这种网红或者带货的 我也没有太关注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已经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常态了吧 现在 但你有没有思考过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了 就是因为说白了哈咱们退一万步来说 像他们这种粉丝已经到达千万级别 甚至是小阳哥那种到达亿万级别的 其实你根本你老老实实去做个 做个那种像什么视频的植入广告 或者是老老实实去带货一些正规的商品 其实你都能赚很多啊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为了这种 所谓的流量曝光去造假去夸大 甚至是捏造了很多根本不是事实的东西出来作为内容 去让别人误以为这是真相呢 所以我就你有思考过背后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所在吗 关键不就都是钱的问题吗 应该是 他虽然是很大流量很大粉丝 但是他也要变现 他变现就必须要把这个利润做到最大化 你其实很多人不了解 就是说他们其实这种这个网上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其实那个退货率是很高的 然后他那个背后他可能就跟那个商家是谈了一个合作条件 就是说你过来我跟你带着货 你要给这个钱是有什么坑位费吗 就好像你就是在电视广告做个product placement那样 对不对 然后你先给那个钱再上他的节目 然后他要帮你保底要卖出一千份或者什么的 然后就收了你那个价 然后如果他卖不出去那个一千份的话 他就是有另外一个价 所以说他必须要走一个量或者什么的去保底 然后去达成这个合同的一个大家一个对赌嘛 可能对赌协议嘛 那所以说他那他只能做是什么 第一叫抓眼球啊 抓眼球就突然进他那个直播间看 说做一些就非常疯狂的动作或者事情 然后就抓眼球 抓眼球进去之后他一定是跟你说就是打鸡血 就是哇这是什么传网最便宜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就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去吃自己去去马上下单马上买 就不买就亏了就没有了嘛 他就是通过这种非理性行为去做这种报单嘛 然后他只要每次直播能够保持住在十个货品 十个货品里面有有超过一半就六个货品都是可以做到报单的话 那他就可以很成功的去去继续他这个这份生意嘛 所以说大家都是朝着这个这个潮流去做就也没办法 所以说一定是乱的了 因为他要做到这样的报单要做到这么便宜就是全网最便宜 他必须要使一点手段嘛 这就不可能就你想一想对不对外面什么价 他这边便宜了一半以上的 那这个东西一定是有问题啊 这不可能的就一分钱一分货嘛 就这么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当你在那个看或者在那个直播间的氛围里面 因为那个直播间有很多人在看有很多人在那个吹捧他嘛 在抢 对啊就又抢又在吹捧他 然后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一个网红嘛 所以说他有一定量的粉丝 然后粉丝要吹捧他 或者他们自己会雇一些水军对不对 在那个聊天里面就自己大家是互相吹捧 然后带动节奏 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是就是大家都买 我不买的话我就很亏 就拿着那种心态 然后让你陷入的他那个那个陷阱里了 只能就这样说了 但是最终他都他最终的目的 为什么搞这么多事情 对不对又卖这个就是假货 或者又又搞这样的 然后又吸引起眼球 然后做一些非常夸张的东西出来 就是为了要你最后买单嘛 嗯嗯嗯 对的确是 但但其实也没有办法避免一个东西是怎么样 因为我我也有自己关注的一些网红 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的粉丝 特别是年轻的粉丝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对于自己关注的一些 特别是那种比较大级别的一些网红 比如说像几千万啊 这种像猫一杯啊 小阳哥这种 就我会觉得粉丝会自带一种粉丝滤 最近就觉得他们好像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非常搞笑 就当当时猫一杯那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 当时他只是说小学生丢了个作业 然后发发在网上说寻找这个叫勤朗的小学生 然后当时已经有人怀疑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编的 只是个段子就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当时候很多他的那些粉丝就出来 就去怼那个等于说评价他这个评论的那个人 就说你说什么了猫一杯有必要这样子做吗 他已经这么多粉丝了 他有必要去造假吗 他才不需要了人家都不在乎这些也不在乎钱 就是你明白就粉丝本来对这种所谓的关注的网红 已经带有了偶像滤镜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的时候 其实再加上本身直播间又低价对吧 然后又像刚刚Max提到的 又有大家做托的做托 哄抢的哄抢 那其实消费者的那个判断能力就会迅速的下降 所以的话就很大可能会因为他小评 要忽视的一些可能根本里 你再思考几下的话 可能你都觉得不合理的一些情况的存在 你可能也会照样的去入坑 然后被割了一次韭菜 这个也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你要看 为什么就通常我们 我们就对这个一个不认识的人 然后为什么我们跟他们可以产生这种强烈的共鸣 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带货的 他的那个人色 他是一个乡下的地方 然后他用乡下的环境在乡下生活 然后在乡下买这个农产品 他就是想用这种接地气的人色的一个表现 去拉拢那些跟他有相同生活经验的人 一起产生共鸣嘛 对不对 那你一旦跟他这个东西产生了共鸣之后 你认可他这个颜色 那你就总会老海你就想着 他就是我老乡的那个老朋友 就他老乡 大家这么熟了 都大家都是经历过乡下的那个困难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在这样的环境去打拼 他不会骗我的 对不对 他会自我去 催眠 自我催眠 这种陶醉这种 呈现出来的这种假象 但是这个假象就是 人家设计出来去制造一种颜色 去跟你去达到这种共鸣嘛 所以说你说任何一个网红家好像 那个其他的 他用另外一个他走时尚路线的 他就是带动你说 你看我年轻漂亮 然后我又可以在这样的时尚间 或者这种 就是很潮流的这种情景里面 展现到我的那种 智慧 我对产品的了解 然后我带给人家的那种宽乐 你看我就是 我已经活成了你心目中的那种形象嘛 所以说也对那种年轻人的小女孩 小女孩他们的 就是追求那种生活的形态 变成的那个 共鸣啦 所以说 小羊哥又好或者什么都好 他们就是通过自己这个人设的设定 然后设计出来一些套路 然后展现出来给 给人看 那然后尽可能的去达到了这种共鸣的最大化 然后把这个共鸣最大化 变成了他跟粉丝的那个互动的那个连信 那个贴着他们 就每一天不停的重复这样的展现 就在他面前 就是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是你乡下最好的那个朋友 我是你在小城市打拼的那个 最懂你的那个小女孩 然后小羊哥的话就是我是 你看到我屌是一天从那个三线城市打拼到一线城市 这么成功的一个小男孩 然后我也不是什么高学历什么的 我能做到你也可以啊 你来跟我支持我 我就是代表着你这一方一起去干 就是总会有这种共鸣的产生之后 那个人就会失去那个理性 就会觉得这个人在这个手机上出现的这个人 就是我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现在咱们生活就是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实生活 咱们其实人与人之间那个接触的那个面 跟那个那个交集度其实没有以前这么高 说白了就特别在中国环境 就每个人都是上班下班加班对不对 那他其实真的很少有真正的机会跟一个所谓的朋友 兄弟真的放下工作的烦恼 放下其他一切真的大家去交心 其实现代人他们生活中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更加孤单孤独 但反而因为有手机出现 有这个互人网的出现 有这些平台的出现 让他可以在他有空余的时间 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感受到一种亲切感 感受了这种人与人交流的这种感觉 让他着迷了知道吗 就是他因为现实生活太少这份感觉 然后他在这种直播间 在那个网上看到这种网红 他得到了他需要的那种感觉 就变成了他要守护的这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他不希望这个朋友欺骗他 他不相信这个朋友卖假货给他 他更加不相信这个朋友是整个人设 他整个朋友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他所以说他如果不愿意接受了这事情的话 他就很难就变成那种很盲目的那种死粉 然后他就是说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然后那个小阳哥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他 那个谁谁谁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他 然后他卖什么我都会去买一个支持他 他就是形成了这种闭环性的心态 所以说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其实我可以我观察到身边也很多朋友也会这样 就是他不一定是沉迷的在这种带货 因为网络世界有很多不同的领域 就是有一些人就喜欢什么打游戏的 然后喜欢看那个游戏主播的 然后因为他可以产生公平 有一些就喜欢那个什么动漫的 二次元的 然后就就跟着那种二次元的女孩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就就喜欢一些成年院的东西 对不对就各有各的 就这个就是粉丝经济嘛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对 而且我最近刚好有看过一个 就等于说其他地方的一个反弹 然后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过这种 网红也好博主也好 其实对于现在关注他的人而言是一种怎么样的 其实里面也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刚跟你说到的那一些东西 其实都能概括起来就是叫陪伴感 就等于说就是他会觉得这个网红 是陪伴着他每一天生活的 即使他可能这 刚刚就不认识这个人 或者是他们的距离还非常的遥远 但是他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网红是陪伴着我成长 他是陪伴着我生活的每一天 所以的话我跟他的联系 反而就像刚刚Max也提到的 比线下的那些真实的朋友 还要更加的紧密更加的贴近 所以这种粉丝经济 就会越做越强越做越大 就是因为太高了这种联系明白了 对啊 因为你接触 其实你接触的时间更加多 就不是很多数据 比如说每个人每天就是在手机 就是滑手机 滑手机的时间是可能就是十几个小时 但是你们一天就只有二十多个小时 就不睡一整天的可能就五到六个小时 在那个滑手机 所以说就是每天的人的精力 花在这个层面的东西上面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就更容易沉迷下去了 嗯嗯没错 然后呢我们说起刚刚提到我们粉丝经济了 然后其实除了本身 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网红翻车以外 最近海外有个平台在粉丝经济这一块方面 做的非常的牛逼 就可以说是真的吸睛力十足啊 那个buff直接加码 我先问一下 麦克斯 你作为男生 你有玩过一个平台叫OnlyFans吗 OnlyFans 我没玩过 但是我知道 我听说过 然后OnlyFans 的确是很厉害的 就是 他是因为那个之前那个外面嘛 不是COVID嘛 因为COVID的时候 就我们国外就COVID的时候就lockdown 然后呢 lockdown的时候呢 就让这个平台火了起来 就大部分大家在家没事干 然后就上网去看 看片 看一些小黄片嘛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他这个平台呢 就是他是类似于 如果大家有玩那个YouTube的话 或者什么都明白 在玩YouTube的时候 你不是可以做那个membership嘛 或者你是用那个什么 第三方的那个Patreon 就做一个订阅费 就是帮助你的那个主播 或者什么 每个月交钱给他 付钱给他 希望他做更好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OnlyFans 就是也同一个东西 就另外一个玩法 就是他就是一些女生 上到那个OnlyFans 然后做一个页面 然后呢 就拍一些色情的照片 或者什么的 然后就要你每个月 给一个费用 然后他就 你就可以看到他 每一天或者每一个星期 他就更新一些照片给你看 就变成了你是养着这个女生 跟着陪伴他一起成长的样子吧 然后就挺火的 的确挺火的 你还蛮了解的嘛 你真的没有玩过吗 你少来了 没有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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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种屌丝我没钱玩 他这个实际要付钱的话 我玩过几块钱 大哥每个月就几块钱 都没钱 有没有这么屌丝啊 真的 不是的 你别看他表面那几块钱 他可能一个月 他要你给那个3块钱 4块钱 5块钱的什么的 但是那个是最基本的嘛 然后但是你进入之后呢 你成为他那个粉丝团以后呢 你要需要更加多的服务的话 他就会另外收费啊 就比方说你想跟那个女人聊天什么的 然后还需要一些特定的一个东西 或者什么的话又另外收钱了 很多不同的那个背后的就是cremium 就是不同的收费不同的服务那样子 不是这样这么简单 就表面那几块钱了 就很多那个VIP服务的 你一旦进入了那个领域里 你现进去的话 你一定会按不住要直接加钱去做 买更加多的服务得到更加多的东西的 嗯 难怪我听完你这么说 你知道我最近我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 OmniFence的母公司 它发布了就是 截止到去年年底的一个业绩吧 然后数据显示是说 平台在去年的总收入达到了66亿美元 其中这66亿里面 有53亿是分给了创作者 就是你刚提到的那些美女主播 美女网红 而平台自身的收入 就是拿回剩下的13亿美元 然后扣除成本之后 它的净利润就能达到4.8亿美元 它的增数更是达到19% 那关键是在于他们公司 只有42个员工的一个小公司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很恐怖就是 平均每一个员工为公司 几乎是创造了3100万美元的收入 哇靠 那这个没办法 因为 像你所说的就能赚钱 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 就是人心的基本吧 它能够赚钱也是一个好事 也就证明了 这个人的欲望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而且在这么高的一个利润之下 现在OnlyFence 就面临着非常多的争议 那么其中最大的争议 就是有以下几个的 第一个就是 整一个平台在被指控说 是一个电子皮条客 你知道电子皮条客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字面上可以了解 对 这个等于说 就是暗示那些女主播女网红 其实就在上面各种卖肉 卖肉色情去诱导用户付费 而OnlyFence作为一个平台 就像是拉动这种 就把那种想卖的女生 跟想买的男生之间 就竖起了一个桥梁 这样子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market place 它就是一个market place 对 然后而且就是 后来我自己也去搜了相关的资料 了解到之后 我就发现 就是OnlyFence 让我觉得很恐怖的一点 不是它赚了这么多钱 而是说它很恐怖的是 它其实整个平台 它可能就是 从最直接简单的付费订阅开始 但是它却能成功的一步一步 把用户跳套到了下一个付费的坑里面 然后再跳到下一个 然后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子 从2021年到现在 OnlyFence的订阅人数 其实只增长了9% 这个数据已经是非常少了 如果是从一个 本身这种互联网平台来说 从2021年到现在 三年多的时间 只增加了9% 但是它的收入 竟然暴涨了70% 那直接点来说 这什么意思 就是等于说 压根没有什么新用户 对 就是那个用户 那个越用就越开心 就越愿意花钱 对 就这么简单 对 而且而且还不是 你越用越开心花钱 而是现有的用户越花越多 对啊 就玩的越开心 花的钱越多 对 而且它平台的 那个粉丝也非常精准 90%的人是什么标签呢 已婚 男性 70%是白人 平均年龄在29岁 年收入在4.2万美元 而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工薪 工薪阶层的中年白蓝 对吧 就是有一定消费力 然后又正处在那种 比较强的一个生理欲望的阶段 然后而且呢 不管你长的怎么样 强大的精准用户都会让人觉得就是 总有一种网红能适合你 而且对于创作者而言 也是就总有 总有男生会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所以就导致说 就是用户跟创作者之间 达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联系 但是他这么多都是已婚人士 这个数据是这么说的 虽然我自己本身不太清楚他真实情况 但报告显示就是说他90%是已婚 但其实我后来有想到 虽然我不是男生 但是我在没看这个资料之前 其实我自己主观会认为说 他的平台应该更多是单身宅男 对吧 就单身宅男才喜欢看美女的 或者是愿意花钱的 但我后来想说 为什么会这么多已婚的人士呢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是 你在平台上付费订阅了这个美女 就好像有点自己在养小三的体验感 就等于说 因为你在现实情况当中 你不管这么做嘛 对吧 可能你有家庭 有那种无论道德的限制 但是你现在晚上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付费订阅 我喜欢的我可以订阅10个美女 对吧 或者是每一个订20个 就这种就感觉 就是有种 就自己等于说后宫3000 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歪歪的感觉 我不清楚是不是会有这种 我觉得你说的也挺到位 对的确有 应该会是有这种心态嘛 就是他可以 然后他也可以通过 其实跟刚刚我说的一样 就是他也是通过这种碎片的时间 去享用他这种私底下的这个欲望的 那个变现吧 对他来说 然后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被抓到 或者什么的 所以说是比较低风险 然后高回报的一种玩法 对他们来说 这个也是挺好的 也难怪他们这个贫团这么火越来越火 其实这个 能赚很多钱 对啊 但是本来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就是 因为说白了 我现在忽然网上面的东西这么多 有很多其实免费的嘛 对不对 你这个要看个片子 或者什么 要看个女生 很多免费的东西都可以看到 其实我我个人不认为是需要掏钱去做个事情 但是我 就以我所知 我明白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掏钱 他不只是为了看 他还要需要买那个interaction 他是想希望跟这个 他关注这个美女有一定的那个交流 或者一种更加深入的东西去产生一个关系的 但是这个这个其实因为我没玩过 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他们 他们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 买一个陪伴吧 好像你说了 对不对 就好像之前那种不同的网红一样 他也是想产生那种公民感 产生的那种陪伴感 去去用钱去买这个 他心目中想要得到的这个这个美女 当然这个美女也是某种人色了 对不对 他现实生活是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但是他在网上呈现给你的 当然是就是你的那个最完美的那个伴侣 或者什么的 哇天哪 Max你简直就是那种叫什么 就是那种白嫖客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想付费 什么东西都想去吃看免费 没有因为这个免费的太多了 在网络世界的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 你刚刚我其实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你刚说为什么免费的 就像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 就是成人内容的平台嘛 对比如说像PoHub那种 那也是免费的 当然你也可以付费解锁其他的功能 就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为什么还要去 OmniFence付费订阅呢 他其实里面呢 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那个女主播你付费完之后 他其实会跟你有一些精准的 针对EV1的一些互动 比如说他可能每一次上线 或者是每一次跟你聊天 就会叫你 要求他叫你的一个厘称 比如说叫他宝贝啊 叫你宝贝啊 叫你老公啊 什么之类的 去增强那个共同感 对就增强这种用户的一个 专属化的一个体验感 就感觉他好像真的是 你的一个情人一样 明白吗 他好像只是服务于你一个人 对而且第二个就像你说的 就是陪伴感 就等于说他也需要有一个人 可能等于说24小时 或者是晚上在他寂寞的时候 能陪他聊天 那这种东西你是免费的 那种东西没有办法得到的嘛 就免费他可能只是拍了一个片 放在网上 然后去做一个传播 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但是所有人都只是能看到而已 但你并不能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沟通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他付费也有付费的价值吧 我只是觉得这么说 而且说白了真的几块钱也真的是不贵 就假如你不是说欲望这么强 你要一直一直滚到下一个的 那个付费的一个坑里面 其实我觉得每个月那么七八高 我觉得也还行吧 不止了 他那个几块钱的或者十块以下的 看质量吧可能 对 他十块钱那个可能就是很低门槛 就基本入门的 然后你要让他去叫你名字或什么的 他那个可能VIP就几十块的了 他不是你的 收费的台阶会继续往上涨 明白 但这一个其实就延伸了我们聊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你也知道 人工智能AI技术是越来越厉害嘛 现在这个技术 所以的话就是 现在就已经有用户在反馈说 其实OnlyFans上面的那些所谓的女主播 聊天的一些跟你聊天的一些账号 其实他们背后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在运营 而是他们呢就是去全部外包给了一些 就是落后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 或者是地区去找一些 就是叫那种 他们有个专属的名字叫chapter 就是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一些廉价的劳动力 比如说像菲律宾啊 还有就是印度啊 等等这些地方 对对对 这chapter呢每天他干嘛呢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打开大量的聊天宽 服务你们这些VIP客户 就等于说每天工作12个小时 然后就用AI生成对话 然后再通过人工来进行一对一的回复 来尽可能的避免掉就是平台的这个检测 跟平台的这些安全的风险 但是呢他们其实 如果是促成交易的 他们还可以额外的拿到销售提成 就像你刚提到的 比如说如果有客户对吧 哄得他开心 然后他说哎呀我我愿意买一个 就是专属的离车对吧 我给你可能每个月从9块9上升到了39块9 或者49块9 那这一个的话这个差价的话 基本上他就可以拿到这个销售提成了 所以的话其实你以为你是在跟一个美女聊天 其实背后全部都是这些chapter 对啊 所以你你你问我为什么不玩 其实我只有因为知道这些嘛 因为没钱是另外的 但是问题是你有钱 你买的其实就是世界的另外一头另外一个男人跟你聊天啊 因为我也太懂这个了 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啊 但是反正我知道有很多人就乐在其中了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跟我们之前说的其他网红的道理一样的 就一旦你产生的那个共鸣你陷进去了之后 然后你就会付费得到或者支持这个人 他在你生活的变成一部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 然后你就会继续花钱去买这个共鸣或者买这个陪伴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经济是挺大的 这个经济体量我觉得 嗯的确是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整一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经济体量很大嘛 所以的话肯定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盯上了这一块市场 对吧 因为你你只要赚钱了 这个市场只要是有足够大的蛋糕 那肯定就会有人来抢了 然后所以的话就onlyfans 现在还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像今年的六月份 那个Elon Musk他在他本身的那个社交平台X上面就宣布了 对成人内容的全面的禁令 并且准备开启那个付费订阅的模式 那么随着X开启这个模式 那可能你未来比如说像Meta 或者是Instagram 肯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 肯定就会陆陆续续放开这个限制嘛 那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竞争对手 逐渐对于onlyfans的核心业务 其实是蛮大威胁的 因为你想一下美女对吧 你现在是在onlyfans平台 那比如说之后 Elon Musk的那个X出来之后 他以比onlyfans更高的费用 或者是更高的一个收益的一个反点 给到这些女主播 那女主播肯定就会过档啊对吧 就去其他平台啊 那美女都走了 那用户就更不用说了 肯定就跟着美女 美女走到了 用户就在哪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onlyfans虽然现在目前来说 他的吸尽力还是非常的流鼻 但是我会觉得他未来的路 或者是未来的市场 其实他的空间应该也是会遇到 挺大的一个困难 就这个我怎么说呢 要看怎么看吧 我觉得虽然其他平台可能他也会允许你这么做 但是没有说白了 其实现在就是现在来说其他平台也可以这样做了 他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就如果你有留意啊 就是很多那个在YouTube,Instagram,Facebook跟那个X 或者其他的更加多的social media上面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什么美女的嘛 就比方说有个什么美女换衣服 有一些什么美女的去教你怎么去做一些瑜伽或者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美女的甚至直接就不穿衣服 然后他就在身体上游了那个叫什么 英文叫那个body paint 对 游了那个body paint之后 他就看起来有一个就油画的感觉 然后就在那个影片里面去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吸引你去看 然后里面他那个video或者那个图片下面有个连接里 按镜连接里面 然后就直接挑去一个only fans啊 或者其他一些另外的page啊 要去给钱他 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互联网已经 已经都被他们占用了 都在做了 其实我不觉得会有一个就是独立的平台会有独大 因为大家都是通过所有这种平台去做流量的引导引流 所以说最终会是那个only fans 渗出或者又又又会有一个新的平台出来 然后变成了一个一个常态呢 这个真的不好说 但是如果你看以前的那种不同的平台 它总会有一个前期的大家去争那个市场嘛 就好像以前的那种什么游戏直播的 什么飞鱼 豆鱼 什么豆腐的那种 然后bilibili 然后到youtube 然后到国外的twitch 然后最近twitch也有一个什么 叫cake的一个平台跟他抢 其实大家做这种平台 所以你都是在抢这个同一波流量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那个only fans的创造者 其实你也不会笨了 你不会就只做一个平台了 你其实什么平台都会做了 就特别是如果你说就是以我所知道的其中 几个比较火的在那个twitch上面 twitch是一个游戏的那个直播平台 在这个游戏直播平台上其实有几个 大的女主播 他们就是做的这种引流的生意 就是他在打游戏 但是他穿的比较少 然后打游戏 然后也做不同的动作去吸引人 关注 然后做到非常大的粉丝量 然后就开始去那个only fans开账户 要引导他们去only fans去消费 然后说白就每个月就赚那几千万什么的 真的就对他们来说 就挺简单的 他一旦把这个搞起来的话 因为那个粉丝就那个年度也挺高 因为他每天都会直播打游戏什么的 每天在直播间互动 然后就每天也跟他说 就在only fans有更新什么的 然后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可以越做越大 然后对他来说 他是几个平台都一起用 对不对 也用twitch也会把片剪去放到那个youtube上面 也去把那个什么片或者去做采访什么 也放到那个其他的平台上 所以说都是传平台的去去拓展 只是说谁能做到这个这个头位吧 头位主播嘛 就说白了就是 其实真正赚钱的都是那些最最顶尖的主播 其他的就我觉得 对 28法则嘛 对 28法则嘛 就是真正赚钱的其实80%的钱都是被20% 可能还没有20这么多的人赚到了 但其他里其实进去的都 都其实可能一个月赚一百几十美金的都大有人在 对啊 但是就是这个 这种美女什么经济的话 你说他能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 他的金融环境什么样 我就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很多这种宅男 在这个宅男圈子里面 或者宅男文化里面 他们最近也是有说的 这个什么 呃就是女性会 这种女性文化或者这女性经济会 快要崩塌了 因为有AI出现了什么的 因为AI我们现在知道就是 就是用很很普通的就是用text to image 就直接打一句一句画出来就可以 AI就可以帮你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出来 然后以后呢就是慢慢会发展到什么 就是text to video 就是用文字生成的这个整个video 整个片子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以后要想一个定制的小黄片 你都可以通过AI去定制自己喜欢的小黄片 然后把这个这个颜色放到其他的地方 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也可以直接跟这个AI就是加油聊天 或者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经济 反而我觉得这个经济体的最大冲击 不是其他平台开放 或者其他那个平台去抢这个女主播 反而是以后这个这个AI AI 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就是功能那个升级到位的情况下 反而真正的女性就是真正现实生活的女性 会要想着怎么去跟这些这么完美的AI去去拼 这个才是问题 我觉得他们是可能会拼不过 但是这个也不好说 因为最始终他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嘛 你还是可以在现实生活碰得到 他们可能会转型做一些什么线下活动什么的 因为以前也有很多就是这个搞那个crossplay的那些 不是都会搞一些什么线下活动粉丝见面会啊 然后去什么动漫节什么的 然后跟粉丝去去做一些互动拍照 然后卖一些什么礼品或者什么的 然后他就但是这个东西就AI还是暂时做不了 就除非以后还有那个机器人什么的吧 嗯 那的确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挺看好吧斯克的 因为他毕竟有个XAI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假如他把人工智能跟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结合起来 会不会又有一种就是区别于现在现有平台的一个新玩法了 我觉得还是 对他他不只有XAI他还有那个自己的机器人 他可以真的真的把这种 把机器人就变成了这种实体的陪伴 对对对他最近不是也有发布会吗 你有看吗 对对有 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他前阵子不是搞的那个TESLA的那个VROBO的那个发布会吗 然后上面就公布了他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那个ROBO TAXI了 就是那个CyberCab 还有就是那个ROBO VAN 你自己看完之后其实你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我个人觉得没有你要看怎么去看吧 因为我这种比较了解这方面事情的人的话 我看完就觉得还可以就没有没有想象中这么惊喜 这么多惊喜就是还能接受 但是对很多就是在这个川外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就觉得哇这个挺牛逼的 或者什么的 对对 很科幻 对对 但是如果我的话 因为我看了比较多也了解比较多的话 他横上去对比的话 我觉得虽然他是好 但是也不是说只有他能做得到 所以说看完就只能够觉得说 也就这样子而已 对 但是其实本身就我后来有看完这一个直播之后 我有看那些网友的评论 其实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那个重点是放在两个 那么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这两个重点 就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第一个就是其实CyberCab这款就是ROBO TAXI的话 它有一个设计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点就在于它里面是没有方向盘跟刹车的那一个踏板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后来我其实也有问过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说这个是当时马斯克即使内部就在Tesla的内部很多人都反对的前提之下 他还是要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源于他对于这种所谓的科技未来感有非常偏执的完美追求 就他会觉得说希望CyberCab就像那种我们乘坐的那个电梯一样 就里面它是没有那种等于说实体的一些东西的 它可能只需要触屏或怎么样 它就可以实现到这种功能性的一个切换 所以的话就是他追求的当然是符合他一直一如既往的一个个性 对吧 但只是说很多人也会同时担心就是这款 现在这款自动驾驶的一个计程车 它没有这一个方向盘也没有这个刹车的一个功能件 那么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比较难落地了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 其实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就是你的那种车一定要必须具备基本的一些操控的设备 就是主要是预防你在紧急的情况之下 驾驶人员可以随时的干预 并且去控制车辆 以避免发生各种安全的一些事故 所以的话就大家其实看完之后对这个直播 特别是市场上对这个直播还是挺失望的 因为觉得说好像Fibercat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设计 还面临着非常多条条框框的一个挑战 就感觉它的落地还遥遥无期 虽然Elon Musk说可能2026年年底就开始生产 然后2027年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还是在画饼 对啊 他其实我们就是也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他就是想展示给投资人说 就他们这个车就直接出来就可以去到 level4的那个autonomy 就可以全自动驾驶的那个范畴了 所以说他是希望通过这个展示去告诉投资者 他们的那个能力或者他们科技已经到位了 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但是对我来说 我看了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他的确是这样展示出来 但是他也没有说清楚什么时候能到位 什么时候落地 所以说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有一点点失望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他平常跟大家说的那个timetable 或者什么的就会通常都会延迟 所以说如果对 如果他说是2026年的话 那可能他要2028年或者2030年才能 对或者什么的才能实际出现嘛 所以说他这个其实也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看着有点失望 但是他在那个展示的范围里面 他是怎么展示 他是先在那个他那个展示的地方 设立了一个假的一个模型的城市 然后他那个车子能在那个模型的城市里面的 那个先预设定好的道路上面去开 所以说也没有看得出来他这个科技是真正能够在现实生活去用 然后你说到这个没有这个方向盘什么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科技界里面 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了 他就其实有很多车之前做过那个concept 就是好像那个BMW啊有一个concept car 他已经好几年之前也说出来 他也是可以允许你按一个按钮 然后把那个方向盘跟什么的缩进去 把它盖起来了 然后你看不到方向盘 然后就那个情况下那个车就全自动化 然后你需要的话你也按那个按钮 把那个方向盘弹出来 在里面前重新变成一个你可以操控的驾驶状态 所以说其实也不必要完全没有方向盘 他其实可以做到好像变得比如那样 就是把那个东西可以收起来也可以放出来 让人就让一个人在里面有个选择嘛 因为其实大家也说不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不对 或者我就想去某个地方 我要去自己去改动一下那个车的方向 或者什么 我也有一个选择嘛 所以说其实他这个设计 他是想展示给人家看他 他他们有这样的科技实力 但是对于一些用户来说 他们可能更希望是有这种选择的空间 或者跟这个有这样的选择 或者有这些设备的话 对那些当地的政府啊 他们去考量这个事情的话 他会更加去相信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各方面 所以说其实他这个做法有好有坏吧 只能够说 嗯但我觉得就怎么说就是 这场发布会之后 其实当然用户对于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但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起码他CyberCat跟RoboVan吹了这么多年 对吧 吹了这么久 终于他也迈出了第一步 起码原型先出来了 就即便他还没有落地 但是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啊 对对你要看 就是第一个什么 就是第一个这种self driving的这个surface啊 就是就为什么我我跟你一开头跟你说 是有点失望 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人家已经做了 就是你要看看在特别在美国 现在在中国也有 就你看百度的那个罗伯派跑对对 然后在北美现在很多城市 有几个城市有那个Google Waymo 跟那个Uber合作的 还有那个GM那边旗下的那个cruise GM那个cruise也可以做到 你去用那个app打一个车过来 然后你直接上车 那个车也不用你操控 直接从一个A到B的载你过去 然后你下车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 已经有这种所谓的robo taxi the self driving service 所以说他他这一次的展会 展现出来的话 只是告诉我们他也有相应的科技 但是他这个东西还不能落地 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失望点 对吧 明白 那除了本身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之外 你有留意到市场上 就特别是在投资领域 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之后 有怎样的一些动向的一些变化吗 他一发布 然后那个说白了 那个股价马上就一开盘前 就跌下去了 然后就有很多人就 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道理 就是失望 然后同一时间那个Uber那边的股票 就大涨 就其实就这 就是他给出的这个 大家的答案就是说 我现在有这个科技 但是我不能推广出去 不能落地 但是另外那边人家 大家都是可以右眼可以看到 Uber跟那个Waymo 就Google合作了 他可以直接把那个Google Waymo量化到更加多的城市 更加多的市场 所以说大家就 用脚投票去 跑去支持那个Uber那边的 跟Uber那边的 因为毕竟相比于就是 特斯拉的这一个Cybercap的话 起码Uber也好 Waymo也好 他现在做的事情是让你可以 实实际际看到 有一个结果性的东西 是摆在你面前的 但是另一个的话 可能就是还 停留在一个概念化 或者是停留在一个 就等于说未来的一个愿景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 也是推动投资人去做出 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 反而发布会之后 反而还转向支持 他的竞争对手的一个 比较反常的一个举动吧 我觉得也是 对 所以像你这么说 在你的角度看来 你就觉得说 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 这一个赛道上面 所以在你的看法 你就觉得 是Uber跟Waymo 已经赢过了特斯拉对吗 还是说你觉得 他们之间是 其实也并不是 这么强的那种竞争关系 他问题是 人家现在就可以用嘛 就是说他那个产品 现在已经落地了 然后在好几个城市 可以用得到 然后用户的反馈也非常好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暂时来说 没有出现过一些什么 特别厉害的意外 或什么的 所以导致到 他会在市场上 很容易得到用户的那个 认可 安全性又好 那个品牌的认可也好 对他的那个科技的依赖 也会慢慢加大 所以说有时候 因为在科技市场有时候 你那个用户习惯是很重要 就是你习惯了 这个东西 好像大家都习惯用苹果手机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锁定用苹果手机 然后不会乱跳去 用什么Android 或者Samsung 什么的 所以说一旦 这个市场上 他已经形成了这种用户习惯 然后品牌也建立起来 大家都认可他 他就很难去 去让那些已经习惯的用户跳过来去去用他那个特斯拉的车 当然特斯拉自己有这么多粉丝 有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很大一群的始终粉 它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粉丝效应 但是他始终就是慢 如果他再慢下去的话 你说不定就是除了他的始终粉以外的其他的80%的人类 就可能就是已经觉得这个GoogleWaymo挺好的 然后我就用GoogleWaymo就好了 然后就好像为什么你上网每个人都去用Google.com 不去用那个Bang.com 不去用Yahoo.com 对啊 去做搜索 他一旦习惯了锁定了 他就会习惯锁定了 所以说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就是赶不上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就是竞争上的那个劣势了 但我在我的角度 我其实觉得他们完完全全也是可以合作 就是你看一下Uber 其实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本身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用户基础 那但是他的劣势就在他自己不能造这样的一辆车出来 但他现在跟Waymo去合作 其实他也完完全全可以把他跟Waymo这种合作的方式复制粘贴到特斯拉身上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你要看看那个怎么谈判 对不对 如果我是Google的话 我一定是所使的这个合作关系 那我不会这么容易就给特斯拉或者其他的汽车品牌进来去抢这个蛋糕 就我现在跟那个Uber合作甚至我以后跟Uber另外对家LIF合作或者其他的 对不对我就一定有这个签合约写明了 就是如果我进来你就不可以用其他车或什么的吗 谁知道对不对 他们是内部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 就 然后特斯拉你要明白就是从赞于这个Elon Musk的角度来说 他从来没有跟外部其他第三方的合作去推动他自己自身的产品 因为他一直以来不需要 因为他的始终粉的那个量挺大 所以说他的成功是一直以来他不需要做marketing不需要做广告也可以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全球 这是他的优势 所以说他一直不需要去跟第三方的合作去做低推或者什么的其他的合作方面 嗯嗯的确是的确是 所以呢怎么说呢 总结下来就是虽然Romotaxi他未来能不能落地还不清楚哈 但是纯粹以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我还是会相信Elon Musk是能把他尽可能尽快的做出来的 毕竟你要想一下前几天对吧 那个火箭回收都能搞定了不就是一辆自动驾驶车吗 这么难吗 所以我会觉得没错我就是我就是Elon Musk的始终粉 哈哈哈 对没有大家没有质疑他的那个科技含量或者他能不能攻破这个self driving的这个科技 大家都认可他在他的公司特斯拉公司背后的那个科技含量很高 然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只是说他现在给人感觉他的那个time table 他的那个以后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延迟很多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延迟而导致到大家对短期里 在这短期的时间内觉得他那个不值得投资嘛 就是其实这很多那个投资人他他只是看着这种比较短视的那个收益嘛 因为没办法因为每个季度要有业绩什么的嘛 所以说也不能怪他们 所以说只能够说如果你是作为长期看好他的话 你就做你长期投资者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然后其他短期的他觉得不好那你没办法控制不了嘛 嗯嗯的确是这样 OK那我们今天呢就很开心跟Max聊了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从国内的超级头部网红方车 然后再到海外的这个OnlyFence的一个平台的背后的欲望经济的玩法 然后再到近期啊就特斯拉Robotaxi 这个发布会引发的一些一系列的一些现象出现 那么很开心啊也很欢迎Max今天来做客 那么下一周的话我们呢还会去搜索一下就是 发生的一些比较新鲜好玩或者是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 那再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下一期的分享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咯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唉好呃拜拜 - 好啊 worry,'ll be it OH, bye 拜拜 - Oh, bye-bye - B我好, bye-bye - Bye Bye - And a YouTube-Kids - Bye Bye - And a YouTube-Kids - Bye Bye